马祖冬菊岛的林金泉先生 一早就到海象捕鱼 对他而言 马祖在历史上飘浪动荡 但是一些事物始终没变 你知道小船有做什么用 对啊 接着它冷啊 你上下 接着你上下 接着你从这边上下 这是单楼梯啊 哎 单跳棒啊 你这个水太小 有这个单楼梯啊 你不能这么跳下来 老头子 小小 不好啊 现在拉出去啊 鱼船搏在冬菊的蒙澳港内 小小的澳口 微距泯江出海口的养分 吸引了鱼类 形成一个天然鱼场 让这座岛世代以捕鱼为生 昏饱孤岛上的家人 林金泉目前是冬局少数的渔夫之一 一个人操作小舟捕鱼 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是大渔船的船长 一次出海搭载八个人作业 冬局的渔业兴盛 在百年前造就繁荣村落 位于峡湾上方的大浦村 曾经是繁华村落 居民以渔业致富 盖起一栋栋豪宅 见证马祖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 这条百年鱼路 联系着港口到村落的交通 早期渔夫捕到鱼 回到澳湾里的小小港口 就踩着石阶走上山坡 将鱼一淡淡的挑回村落贩售 时光过往 冬局像是尘封不动的岛屿 居民维持着传统浓郁生活 细心照料珍贵的牲口 风景也像是美丽的明信片般 在海角静静地展现风华 让不经意闯入的旅人经验 但是历史带来改变 国共战争让这座偏远离岛 转眼成为战地前线 美丽的澳口不再是渔民的渔场 而是敌人随时可能进犯的战场 澳口是岛屿的重要出入口 澳口是岛屿的重要出入口 为了阻挡敌人来犯 军人在澳口建筑防御阵地 火炮接枪严守海面 改写马祖澳口的命运 像往常一样 林金泉捕完鱼回家 在早期打鱼就能维持一家人生计 但是国共战争让两岸隔绝 冬局渔货卖不到对岸 雨夜开始凋零 居民开始一一搬迁 林金泉一家人现今住在大平村 这个远离澳口的村落 完全是因应战争而出现 六十几年时候是开杂货店 杂货店再过来妈妈妈妈妈 七十几年应该有吧 我也忘记几年 就妈妈开就是开卖小吃嘛 卖小食嘛 阿兵哥对啊 然后附带卡拉OK 阿兵哥礼拜天我们全家都困嘛 然后请卡拉OK小姐固点 吃一下阿兵哥瓶子丢过来 炸过去就打掉 战争隔绝了雨夜交易 却带来了大量驻军 让当地居民做起小买卖 村中标准化的商店街 一场列的店铺 说明当时的繁荣 这个照片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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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 这是我爸爸 这是我妈妈 这个后面这个小人就是他 就是我阿姨 好漂亮 这个照片已经 这个照片真的要 好珍贵哦 不要放这一小本 一小本一小本太便宜了 放大 我们以前都没有结婚照片 曹瑞芳是林金泉的亲戚 夹在西局岛 东西局两岛相隔不远 早期同为雨夜村落 但是到了战争时期后 西局比东局更繁荣 搭船前往西局 欧群随船飞行 澳口的海洋生态 处处充满惊情 西局曾是驻军的重镇 在50年代寒战时期 更是美军情报部队的指挥基地 坚持的防御攻势 让清凡村的澳口面貌改变 城楼般的村门入口 以及抢滩的码头 加上沿着山坡新建的白色房屋 都让这个小小澳口别具风味 这里是西局的蔡博澳港 在蔡博澳港呢 也是在夏天吹南风的时候呢 那船子呢 不容易呢 在其他的港口卸货 所以大部分会跑到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呢 会有很多的暗礁 所以船子不容易靠港 所以只能容纳 比较小型的船子在这边 所以鲜民过去 在这块土地上 其实要出入生存 其实是很辛苦的 在马祖列岛的澳口 不仅有依山傍海的秀丽港湾 也有像蔡博澳这种 险峻峭壁所形成的湾澳 通常这里只会有驻军 不会有民居 蔡博澳港呢 对 它的地质景观呢 非常的雄伟壮阔 它经过不断的海石 形成这样的一个地形地 海石洞 海石门 海石柱 那你会发现 它都是片状的 碎碎的 那个感觉 那跟这个澎湖的那些玄武岩 是不太一样的 军管时代的澳口风貌 虽然军事阵地改造地景 但是在战地震悟下 也让马祖列岛在观光与开发浪潮之外 保有一定的美丽 那墙都离开了 看到没有 那个都掉下来 不盖不行 要放修的 全部放去盖水一放 时代改变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建筑的改变 为了因应观光时代来临 林金泉拆掉旧厨房 打算盖建新的餐厅 其实在改建厨房之前 林金泉就已经改建老宅作为民宿 但是为了符合当地景观 坚持运用传统工法重建 我们这种因为算是明东建筑 早期的老房子 几代 大概有七八代 大概有七八代 我们有这边住过七八代 早期我们祖先楼大陆 然后过来这边捕鱼 就在那边落地生耕 这个房子因为刚好政府 有补住一些小金额 大概十几万左右 那我们就一直在考虑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盖 那这个盖法我们想说 既然是祖先留下了 那我们盖起来一定要有 以前那种祖先的特色 那就是花干石块来弃上去 那我们这种房子 都是用筷石来弃的 那我们用筷石来弃上去 我们上了 来 平清 它这个屋顶算是 泄水是凉水的 凉水的屋顶 然后这整个屋顶是山木 山木来做的 然后它上面是盖瓦片 那我们现在是早期的 它只是那个瓦片直接盖上去 然后反水性不好 那我们现在比较新年的做法 就是我们的山木的上面 还做了一层反水 反水做完后上面才会做瓦片 民宿的内部以现代化布置为主 希望能让旅客住得舒适 从打鱼到做军演生意 再到投入旅游生意 世代的传承写在不同行业之间 生意好了 现在没有什么生意 现在其实因为还好电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就加减了 对对对 就是半休闲这样子 你说经济来主要是靠你心心的 对不能靠这个 你婆婆那边呢 我婆婆那边就是偶尔接一些那种 人家那个 这边那公家机关半桌 这样子 比如说人家叫菜几桌这样子 为了拼观光 马祖澳口产生巨变 传统民居纷纷改建 但是吸引了外地游客 却让当地人开始陌生 这件事也是杂货店啊 他们以前杂货店都有那个窗户嘛 然后窗户都是用木板一块一块拼起来 然后拼起来它会在上面编号 一二三四 然后我们要买东西的时候 它会把窗户的那个板子拆下来 然后还有卖一些像摩采券要抽的东西啊 然后糖果啊弹珠啊那些 那我们就会拿钱来跟老板买 老板就是窗户打开 就变成一个窗口这样子 哇 老板不见了 招货店也夸 这一间 这 大概还没有读书以前 住了有我差不多四岁到六岁左右 房子很小 他就常常在这边啊 你看 他气质蛮可惜啊 对啊 因为应该做 应该帮他保存下来 给他整理一下 对啊 这是我的童年 曹瑞芳来到大浦村 找到童年时住过的老宅 但是因应观光的村落再造 却让他对这个原本熟悉的地方开始陌生 这个广场呢就是小孩子活动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记得我会在这边捉迷藏 像跟邻居小孩在这边玩 然后呢板凳放着 然后就晚上啊就在外面乘凉看星星 看月亮 我上一次来的时候 他真的准备要铺水泥 我不知道 他说要 因为一些村人 他就会觉得说 老人家说 哇现在大浦变得很漂亮哦 为什么漂亮 老人家就是觉得 有一些曾经住过这里 或者离开的人 他到这里以后觉得 这样铺水泥在过去 是比较奢侈的事情 对不对 不简单的 有水泥不简单的 对他来说 能够有水泥的东西 不过去代表的是 是什么 是表示说 嗯 这个很有 很有钱啊 完全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马蹄产 它的脚就是有特别 如果说以下面这个是 这个水泥如果说不是问题的话 这个上面应该是用桩 是整个桩 这一条是整个桩粘上去的 不管是红桩或者是灰桩 它是 这个是用灰桩 压上去 然后这边也是用桩 桩压过去的 这才对 如果据若保存的定义是把它 就像林家花园一样 就是把它当年的所有的建材 或者它当年的那个原来的那个 风味保存下来的话 它尽量要做到 接近它原建材的那样的一个修缮的方式 而不是纯粹就是 只是把老房子政府拨前 让它翻新 马祖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保存不动的历史风味 不仅是百年的传统民居 也包括存在半世纪的军事阵地 全部构成马祖澳口的完整意下 据点是在里面 据点在里面 它我们像比如讲你盖一个据点 可能要花一两年或很久的时间 拆一个据点现在很方便 怪者一来爬两下 一天就没有了 这个据点我们来讲说 这个据点都是很好的一个点 视觉非常好 你像这个 这个都是阿兵哥的 阿兵哥的墙 大概才有两年了吧 有两年了 但是这些意象逐渐消失 传统民居改建 失去历史光泽 就连存在居民心中的澳口军营 也是一一拆除 他现在部队一直撤军 撤军过以后 他怕常务纳垢 或者人家威华 或者怎么样来这边 可能会影响到他部队的生育 你像这样子弄掉 那么一个好好的地方 你像以前像这些据点 如果说他房子还不错的话 如果做一个民宿或者什么的 你看这个点 住在这边又不打扰人家 近年来 军方陆续交还过去抢战的民地 确实一一将阵地拆除 许多原本可供利用 具有战地记忆的军营 开始在马祖消失 当时金门奖的十万大军 马祖的军人 乌丘的军人 在离岛服役的人 百倍千倍于当地的人 所以这个离岛并不是属于 离岛这几个人 就像我家乌丘 乌丘并不属于乌丘这几户人家 而是属于每一个曾经在这里 流过血流过汗的这些退伍 只要在这些地方退伍的 我都叫做退伍老兵 这些人他在这边服役过 他们对这个岛屿的生命 他们对哪一座碉堡 哪一个营区的感觉 是比当地民众更深刻的 对于马祖这座军事列岛 其实记忆不仅存在居民脑海 更存在来来往往百万军人的心中 他们在马祖服役 在马祖建筑公事 在顾及的钢绍里 心早已和马祖连结一起 成为马祖另一群庞大的过往居民 日出下的美丽导影 开发却成了马祖现今最热门的名词 小小冬军已经开始改变 但是县政府所在地的南竿 各个澳口几乎都有工程进行 从福澳 金沙 厚澳 清水澳等澳口 目前都有大型工程在动工 这些原本清脆美丽的澳口 完全成为裸露的黄土 以及灰色的水泥 他就是当初发包的一个案子 然后就说在这边要做一个 就是步道下去 你说当初发包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他当初没有顾虑到说 这边的浪非常的大 那他就是要通到哪里去 因为他就是沿着海边 做个步道过去 可是当初没有考虑到浪大 你看有些他做没错 他就打掉 因为那个厂商施工之后发觉说 因为他做好 他马上就被浪里打掉 那做几次你会做 他好像两到三次吧 因为做好了以后 马上就被打掉 或者说做到一半就被打掉 然后再做 对再做 他就是因为他是 因为要符合那个合约嘛 北海坑道一直是马祖观光的卖点 但是工程建设 破坏原有的自然 也在错误的规划中消耗预算 这个叫后号 我以前最早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在后面是一个很 怎么讲 很美丽的一个沙滩 那小时候也因为在这个附近念书嘛 常常来这边玩 那这里对过去曾经在这里成长的年轻费 我想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每个澳口是每个村庄或者说 这个地区的小朋友的一个游乐场 他这个整个是要盖一个什么 盖一个什么 他这个部分要做一个水库 对 那计划叫做后澳水库 那大概它的总工程经费 会将近三亿千八百多万 后澳水库的工程 在狭长广大的澳口上 筑起长长的霸体 数量惊人的硝波块 像军团般的裸裂海上 民生建设重要 但是是否适当成为被忽略的课题 这个澳口我觉得有些问题 因为本身海水 像我们这边的水井 它的水本身是有闲度的 因为地下水跟海水是会渗进来 那这个水库做下去的话 我想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整个南竿的用水需求可能只有 我的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一天是两千吨 对 那其实在政策上 是过去是有一个小型的海淡场 那海淡场其实它 就是像最近我们也争取了一个 就是现在我们争取了一个案 你说金建会这边 争取说再新建一个海淡场 大概可能争取五百吨 或者一千吨 那我就比较 就觉得有些反思就说 你为什么不就当初在政策上 做一个比如说 规划一个两千吨的一个海淡场 那你就不需要 再做那样这么大型的工程的开发 来到陈志龙的村落 村前的清水澳也是面临开发的命运 修道路 盖码头 填起澳口湿地 又一处澳口即将消失 前面那个耳口紫海淡 那些 现在它的上面土方下来之后 它的漆力破坏掉 所以应该没有存活了 就这几年都没看到 在工程施工之后吧 就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了 它现在这个背景 他们93年9月的时候 它就提出一个所谓回馈的方案 那说要做这条路 然后另外把这个海淡出来 那实际上我看它施工规划的内容 其实主要是 还是考量到它们海淡内部的需求 它要一个附地 这是一个附地 然后另外说它管线嘛 它的有路管线从这边过来 然后这边直接到它的厂区去 为了保留马祖唯一的澳口失地 抢救澳口上的珍贵生态 陈志龙奔走努力 但是难以扭转开发的思维 就像那个赖东明赖先生提到 就是我们像 假设以马祖来讲 他要去行销他的观光 他的麦克 那从赖先生他的角度来看说 海是马祖最美的东西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公布文字是不断的把我们的澳口 最美的部分发填掉 我们的观点是澳口它不仅仅只是一个 我们自然的资源 那如果我们也留意说 这个我们整个马祖村落的 村落的发展 它其实跟澳口是紧名的 在文化上是一个连结 那像这样的工程的方式 还有像其他区块 它澳口当然被填费 等于是把这个文化 其他来切断掉 马祖的问题 同样是台湾各里岛的问题 太多的建设工程款 让岛屿陷入大开发的浪潮内 不断复制台湾的发展模式 却失去最吸引人的里岛风味 也许这些美丽的景致 最后都会消失 音乐 音乐 建设思维 也许便利了游客 保存了古宅的外貌 但是却失去里岛最深的灵魂 抢救澳口 在马祖若干地区 成为居民的心愿 对他们而言 不仅是留下故乡 也是运用在地真实的风味 吸引游客 这边居民的自发性很高 都很有心 他们花很多时间啊精神都是在设计这个环境的整理上面 他们就设计好几个人自己在做一个咖啡厅 咖啡馆 那这边是做一些景观设计 在南竿铁板社区 社区居民开始动手整理家园 对他们而言 发自社区内部的力量虽小 补助的经费虽少 但是整理每一处闲置空间 都是居民的努力 也是他们对家园的想象 铁板澳口的小小沙滩 居民对他有着无限的寄望 他们希望保持这处马祖少数未遭破坏的澳口 展示马祖最自然的美丽风光 在海上 林金泉依旧在打云 世代居住在冬局 看尽时代变迁 故乡风貌依旧 但是面临开发时代的来临 他无法知道 冬局迷人的澳口风光 会以什么姿态面对未来